你最長的暗戀試過多長? 半年 五年? 五年? 你這麼長情? 我們一起不夠一個月 然後我們就已經結婚了 我們下個月就結婚了 我在下個月舊情那天才結婚 不准了 馬上答 我是試試試驗室的Yumi 我是波仔 你有沒有試過暗戀呢? 暗戀是什麼感覺呢? 你有沒有試過從零開始就已經是終止呢? 我們馬上去問問人吧 Let's go 有沒有試過暗戀? 沒有笑 沒有 沒有試過? 小時候也沒有試過 沒有啊 天啊 我不知道 可能會沒有 我有點害怕問這條問題 你們之前暗戀的對象是否對方? 是 是 小小小 好好啊 小小算是 是吧 是 我沒有啊 那為什麼會選暗戀而不表白呢? 未必喜歡我 你有時候不敢的 你都會害羞 難受 在旁邊很好 真的默默地守護著他 我聽到你這個很心酸 會脅 對 有時候會脅 因為我認識了他很久 然後他對著那件事很想做 在背後跟我很遠 但是實際上有死都不敢做的人 你最長的暗戀試過多長? 半年了 我是不是前排的嗎? 哦 爆料啊 我發覺找一群人是好一點的 因為旁邊會爆料 那個算是暗戀嗎? 那時候是電影拖手 暗戀女拖手? 不是啊 那時候都不是暗戀的 大家都有意思的 知道 不是曖昧的 一個月 一個月 然後開始卓 一個月已經是你暗戀的極限 我覺得很辛苦 又不可以表達天氣 幾個月 幾個月你覺得對方是暗戀的嗎? 不知道 沒有 我沒有理他 他沒有理我 那你那些叫暗戀嗎? 你那些叫 上司了嗎? 是啊 五年? 五年? 你這麼詳情? 那你喜歡他 你就會找他聊天 也是 你嗎? 所以不是只有暗戀 所以不是單方向 我們一起不夠一個月 然後我們其實就變成 是啊 我們在那時候吃小蝦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我們不如結婚吧 然後她很認真地說 我抱 然後我拿手機出來 那我們就回覆吧 我們下個月就結婚了 我在下個月舊情那天才結婚 我現在要受她 恭喜你們啊 神經病 那暗戀的時候 有沒有說過暗戀 一個不可能的對象 就是明明有女朋友的人 是不是沒可能 快要飛 快要飛 那你朋友還有沒有選擇表白 有啊 有朋友喜歡一個男生 但是那個男生 他喜歡的對象是男 這個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有人有女朋友 那個女生就沒所謂 就跟那個女朋友做了朋友 就是他有目的折陣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目的 跟那個男生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在一起 他如何結束這段暗戀 因為去了不同的學校 沒有吃阿堅 但是我開始慢慢抽 就是慢慢淡了 感情才會慢慢淡 會以朋友的名義 跟著他 哎呀 暗戀 真的一件好 不是我不是 OK OK 不是我 暗戀還未必是 你會跟那個人聊天 可能就是跟一個場所工作 或者上學 才會看到他 要忍住 人家中指的 是 不是我中指 是被中指 我可以繼續的 由零開始已經中指 青春吧 青春 這樣哭哭哭哭就 有他了 也要在悲傷中度過 是 從零開始 從零中指 定我 喂 街坊就做完了 我們今天問了很多關於暗戀的題目 其實想介紹一首 原創歌叫做從零中指 這首歌還要是Nofi的第一首原創歌 Nofi其實是香港第一個音樂線上協助平台 顧名思義就是被互不認識的音樂人 可以在這個平台找到你的partner一起做音樂追夢 就算你只懂得編曲、編曲、編曲、唱歌 隨便一樣都不要緊 因為在這個平台 你就可以找到其他有信力的partner 和你一起做音樂 一起追夢 音樂人要做的事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在你的專業或有興趣的範疇的期限之內 將你的作品上傳到Nofi的網站 下一步就等聽眾幫你投票 你的作品還有機會拍成MV 然後就在Apple Music和Spotify 全球聽到 而且是零成本 如果想了解多點 就留意我們的description box 還可以上網站看 因為不定時都會有不同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參與 如果喜歡你的影片就記住CRS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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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就算了 最重要是連皮膚 認同…很重要 如果不可以的話就收了 哈哈 我發覺兩個都是花心的 這個就是一個星期換一個 這個有新的就換 我幫大家拿他們的IG 大家可以做他們的新的 我覺得讓對方知道自己怎樣想 就算一起不到家 其實都是了結了一件心事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 我暗戀Nume 嘩 你現在這樣表白是明戀的了 但好像不是按好你女朋友在旁邊 我想撞你很久 為何撞到大 不要在女朋友面前說這些事 不關我事的 太多了 我想不知 這兩件事 我會動 請你 不要在旁邊 因為中文 那麼多 在兩件事 別人